北约31国备战9万名士兵将会与俄罗斯全面开打 俄罗斯圣彼得堡首次遭到乌军的袭击 朝鲜出事 薪水被金正恩政府吞了 数千名劳工砸设备截人质 首次大暴动 179名国会议员呼吁高院解除川普的竞选令 独立选民更多的支持川普 南加沙发现21名人治遇难 以色列总理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亚特兰大6万名观众一起敬拜耶稣 场面震惊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1月19号 星期五 昨天1月18号 北约宣布将会在下周开始35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共有9万名士兵参加 目的就是在几个月内来测试北约盟国跟俄罗斯开战的能力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圣彼得堡首次遭到乌军的袭击 综合媒体的报道 在布鲁塞尔为期两天的各国国防部长会议结束以后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美国将军卡沃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一次坚定捍卫者联合军演将会持续到5月底 参与者包括来自北约所有31个成员国以及候选成员国瑞士的部队 卡沃里说 联盟将通过从北美跨大西洋调动部队来展示加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能力 北约军事委员会荷兰主席罗布鲍尔也表示 这次演习是为了与俄罗斯发生潜在冲突做准备 他说 并不是说明天北约就会和俄罗斯开战 但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不是处于和平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制定演习计划的原因 这次北约的军事演习涉及到9万名士兵参加 也是北约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现场联合指挥演习 主要就是通过演练如何击退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的侵略 几天前 德国图片报透露说 德国国防部文件显示 德国和欧洲领导人正在为俄罗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 报告中提到 联盟防御2024兵器推演 模拟了从今年2月份开始的场景 普京会再动员大约20万名俄罗斯士兵到乌克兰作战 随着军队的就位 而来自西方的资金逐渐减少 普京将会让军队在春季对乌军展开攻势 迫使乌军从现有的战线收缩 而7月份 俄罗斯可能会开始在波罗的海地区 发起严重的网络攻击 挑起居住在爱沙尼亚 拉托韦亚和立陶宛俄罗斯人的不满 9月份的时候 这个冲突可能会升级 文件中还显示 俄罗斯随后可能会向加里宁格勒调动部队和中程导弹 加里宁格勒是位于北约国家波罗的海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领土 很多人也都纷纷讨论说 北约这么大规模的备战是历史性的 除此之外 路透社等等多家媒体有报道说 据消息人士透露 18日凌晨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的一架无人机 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油库 乌克兰战略工业部的部长卡梅辛也证实 无人机是乌克兰自己生产的 成本很低 具备长纪驴飞行能力 可以直接飞到圣彼得堡 还不止这些 俄罗斯国防部在18日也发出声明证实 乌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俄罗斯的几个地区 莫斯科 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都遭到了轰炸 值得关注的是 这是乌克兰首次袭击列宁格勒西北部的地区 这也显示了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的军事设施 处于乌军攻击的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有报道说 俄罗斯巴士克尔托斯坦首府乌法的民众 在今天19日举行了抗议 声援被监禁的活动人是阿尔斯诺夫 抗议者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一些人被捕了 阿尔斯诺夫是在17日以煽动仇恨的罪名 被俄罗斯政府判处了4年监禁 本周早些时候 拜马克市的民众已经走上了街头抗议俄罗斯政府 这也使普京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据日本产经新闻18日独家报道 中国东北吉林省多家工厂的朝鲜劳工 因为长期拿不到薪水 近日爆发了罢工和暴动 而且可能会因为无法解决这个事件规模再进一步扩大 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甚至威胁到了金正恩的政权 目前数千人甚至是到了开始砸厂房以及设备的程度了 他们气恨金正恩的同时 也对中企的隐瞒感到愤怒 据19日刊登的新闻 朝鲜前外交官高英焕 根据朝鲜与其他消息人士的说法 撰写了报告投书产经新闻披露了这件事 高英焕目前在韩国政府担任分析北韩情报 以及向统一部长提供建议的特别助理 报道中指出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接受朝鲜的工人 但是中共跟俄罗斯却仍然持续演进 这些朝鲜工人赚得的大部分外汇 据称遭到苛扣 上交给了金正恩用于盒子和导弹开发 报告中说 朝鲜国防部辖下几家派遣工人的公司 收到了中方支付的薪水以后 把本来应该直接付给朝鲜工人的钱 以战争准备资金的名义 上交给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政府 按照公司方面的解释 在朝鲜工人返回朝鲜之际 就会一次性付清他们的这些份额 但实情则是这些钱都已经送回国 而朝鲜工人现在知道了真相 非常愤怒 报道说 愤怒的工人11日左右开始拒绝上工 罢工蔓延到了吉林省内 多家成衣厂和水产加工厂 工人还占领了工厂 将朝鲜干部结为了人质 甚至砸坏了机器 尽管朝鲜为了防止这个事件的传闻扩散 而实施了情报管控 但是情报仍然是在其他劳工间蔓延 假如罢工事件频传的话 恐怕会动摇金正恩政府的外壁来源 目前朝鲜已经将这次罢工定为特大型的事件 紧急派出了驻沈阳领事与秘密警察国家保卫省的人员 企图通过承诺立即支付薪水 努力把这个局势给控制下来 尽管这个局势在15日左右已经虚为平缓 但是资金已经枯竭 朝鲜派驻中国的公司干部跟外交人员 目前正在被迫的筹措资金 暴动被再次点燃的危机正在燃起 一旦真的付不起钱 罢工行动恐怕会变得更加的暴烈 更有可能会威胁到金正恩的政权 川普1月18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文件 敦促大法官推翻克罗拉多州 将他从选票中除名的裁决 并终止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数十起这一类的诉讼 包括46名参议员在内的179名国会议员 已经支持川普的这个上诉 而独立选民支持川普者 比支持拜登还高出11% 川普说 克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禁止他参选是越权行为 川普表示 宪法中的叛乱条款只禁止个人担任公职 并不禁止竞选公职或当选公职 川普的律师也说到 法院应该推翻克罗拉多州的裁决 因为川普总统根本不受第三条的约束 根据宪法 总统不是美国官员 即使川普总统受第三条的管辖 他也没有参与任何符合叛乱条件的行为 与此同时 179名国会议员已经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 法庭之有一件书 支持川普并告诉大法官们 克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允许在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情况下 执行宪法的判论禁令是严重侵犯了国会的权利 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都支持川普 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在2月8号就这个极为特殊的案件盯取口头辩论 而今天晚上19号就在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展开竞选集会的时候 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纽约州众议员斯特凡尼克也将与川普一起亮相 有人猜测他也是川普的副总统人选之一 斯特凡尼克最近呼吁前卡罗莱纳州的州长黑利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退出总统竞选 改支持川普他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团结起来立即团结在川普总统的身边 可以把百分之百的资源集中在击败拜登上拯救美国 另外据国会山报的报道说 17号哈里斯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 如果拜登跟川普竞选有46%的选民将会选择川普 拜登则为42% 另外还有12%的选民还没有决定 然而那些自认不带党派色彩的独立选民当中 现在的变化也是很大 有46%的独立选民表示他们将会投票给川普 35%的选择拜登 差距高达11个百分点 而川普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前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埃尔斯发了帖子 已经正式为川普背书 同时也呼吁黑利和德桑蒂斯退出竞选 还有内华达州的副州长也背书川普参选2024 目前很多数据都对川普有利 据Politico的民调 加州的共和党里62%的人是支持川普 10%的人支持黑利 德州共和党当中有69%的人是支持川普 11%支持黑利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世宜认为 我认为两边的总统候选人 其实川普赢得最后大选的机会还是相当高的 因为有很多的州的法院认为 不应该让川普参与共和党的初选 但是那也是州的这样的一个层级的建议 因为美国是联邦制 它有很多的制度 它并不是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它是由州政府来决定 州政府来决定 他也得要50个州里面大部分的州都同意他才能这样做 这场选举刚开始 我预估大概川普会代表共和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问题在于后续川普会丢出怎么样的一个政策 比如说对中对台 甚至对乌克兰对哈马斯的看法 这会进一步激化共和党内部初选里面支持他 跟就是妮吉·黑利 跟支持Ron Decenters 三个不同选民的一个取向 我认为川普选上的机率 不可能是5成30 一面稍微大一点点 不过还是要看后续的发展 拜登现在主要跟习近平关系还不错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台湾的文共和党还没有停过 这个部分会不会变成川普在中后期的初选的议题上 第一个主要的攻防 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接下来跟您分享今天几个热门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秘密住院仪式 昨天18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罗杰斯的一封信中 就要求奥斯丁出席2月14日的听证会 罗杰斯说 奥斯丁拒绝回答是否指示了工作人员不要将他住院的事通知美国总统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 这让我相信国会被隐瞒了信息 国会必须要了解发生了什么 以及是谁做出了阻止披露内阁部长行踪的决定 现在军事委员会成员 民主党众议员穆尔顿以及一些民主党人 他们也认为奥斯丁做的不合适 他们认为奥斯丁必须因为秘密住院而受到惩罚 但是是否要解雇奥斯丁部长应该由总统来决定 不过拜登需要发出一个坚决果断的信息 那就是这种情况永远不会要再发生 小兰觉得这事在美国人眼中可不是个小事 因为奥斯丁的身份不同 她的一举一动牵动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现在有人认为奥斯丁不说 是因为担心消息外泄被敌国钻了空子 也有人认为奥斯丁是三军统帅 至少在一定范围内 你要让人知道你的身体出了状况 做好不时之需 不能自己来决定 不过让我最觉得非常安心的一件事就是 美国的这种透明制度 让一切都可以展现在民众的面前 自己去财夺 第二个消息是 以色列战争时发布了帖子 以军在加沙的南部汉尼尤斯 找到了21具以色列人质的遗体 这也是近期发现的 被哈马斯杀害的大批人质了 很多网友都愤怒了 认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和恐怖支持者不能谈论停火 没有停火 必须剿灭哈马斯 现在美国提议要在加沙让巴勒斯坦建国 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 让巴勒斯坦人管理加沙 所以和华盛顿产生了分歧 有网友提出了建议 以色列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哈马斯 绝不能再对这些极端势力存有任何的幻想 加沙以后再不能交给巴勒斯坦人管理 以色列要彻底改造加沙地区的教育 并且监管那里的舆论环境 绝不能让宣扬仇恨的东西 存留在教育领域和公共舆论当中 这样要至少经过几代人 才可以考虑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自治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网友inti发的帖子显示 美国亚特兰大梅塞德斯奔驰体育场 挤满了6万多名观众 他们在一起敬拜耶稣基督 有网友说 这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对比 美国两大立国之本 法治宗教 这也是宪法的根基 所以能让美国成为世界的灯塔 那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有提到朝鲜劳工暴动了 这可以说是让世界震惊 您觉得如此封闭的极权朝鲜都在暴动 人民都在觉醒 那金家政权还牢固吗 习近平看了以后还坐得住吗 请大家在下方分享您的看法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